我是趙紹康 歡迎你回到一下 小明報告的現場 好 那我請教一下這個政壤兄 你覺得中美新出來有沒有用 那到底對馬英九有沒有加分 特別今天第一戰 從南部嘉義開始跑 他本來民調就比馬英九高很多 我覺得他去 那第一個人家就對比出 他的真跟馬英九的假 我這個也有話講講 不是 其實我個人也很喜歡中美新 可是問題是不是中美新 他已經在選嘛 是馬英九在選 可是比方說馬英九還有眼光 沒有 雙雙雙雙 我跟你講 這個是這樣啦 因為中美新能夠跑的場 如果都是這樣默默的到群眾去 那坦白講最後40天 你能夠握到了手 有限嘛 一萬隻手好不好 不過透過媒體大家看得到嘛 是 是 可是就是喜歡這個人嘛 可是看到你老公跟你是強烈對比耶 可是從另外一個角度看 就是說老公能夠娶這樣老婆 也是有眼光啊 陳日平娶那樣的老婆也是有問題啊 這個本來就好像說 你用什麼樣的行政院長 用得好就表示總統有眼光 用不好表示總統用人有問題嘛 其實是這樣 宋楚瑜挑林岳雄做副手 如果林岳雄表現很好 宋楚瑜有眼光 如果林岳雄到時候 每天電直播啊什麼一大堆 就覺得你宋楚瑜到底搞什麼 其實還是有這個觀點 那馬英九好歹也學一點中美金嘛 好吧 應該有學吧 宋楚瑜 這個候選人的另外一半喔 會不會加分喔 像我們選舉選這麼多次的人喔 那答案當然是非常肯定的 你知道有很多人喔 這個好厲害 坦白講喔是靠太太在幫很多人忙 靠另外一半 你知道到後來呢 就有些人就跟太太就 就分音就發生問題 發生問題了以後呢 你看啊 很多人就 有時候一些地方政治人物 馬上就漏選 很清楚啊 就說那個太太可以替你加分 也可以替你減分 那有的太太為什麼替你減分呢 因為她給人家感覺很傲慢 好 人家來幫你的 義工來幫你忙是應該的 我跟你講那樣的 你就會很危險 那如果讓人家覺得說 你這個候選人的太太 親和力很強 非常的客氣 那我跟你講很多人就會幫忙 而且會幫很多人忙 像周美清來講喔 我讓人家的感覺怎麼 他很自然 他有一種魅力 這種魅力喔 不是那種說是那種 表現得好像很強勢的那種魅力 他的魅力就是很自然 真啊 很溫和 很真誠 而且他都跟那些什麼 原住民的小孩啊 跟他們在一起唱歌啊 跳舞啊 念故事給他聽 文化團體出國很多次了 所以他是跟很多人心目中的 那種所謂的總統夫人 那種感覺是不一樣 特別經過了八年的民進黨的總統夫人之後 看到這樣的周美清啊 眼睛真是為之亮 我認為喔 就讓周美清繼續當周美清 候選人 我是在選立委員 但是我絕對不會打擾周美清 我如果周美清按照自己的腳步 就向前走 因為到每個地方去 你握到手雖然不是很多 剛剛主持人講的最對 透過媒體出來那個效力 那個坦白講最後都變成 對國民黨的候選人 因為對馬總統來講 都有加分的效果 好過他們有時候還是會在一起嘛 譬如說大型的造勢的晚會 那周美清一定會站在 馬英九的旁邊嘛 所以我覺得 蔡英文出來對國民黨來講 比較麻煩的一點就是說 他的確讓很多的女性啊 得到鼓舞嘛 很多女性可對他們老公不是很爽的 對台灣的那種夫妻社會 不是很爽的 這些人對這個蔡英文會有點期待 可是他們看到周美清想說 哇 馬英九是總統耶 總統上面還有一個人可以管得住他 總統的老闆 對不對 選蔡英文出來當總統 不如選一個可以管總統的周美清 來支持他 不是這樣子嗎 所以選了馬英九就表示 還有一個周美清可以管馬英九 那這對女性來講 這種感覺不是更榮耀嗎 對不對 老闆已經在發出害怕的 不 我查一下 你今天請來的來賓 真有水準 你跟顧勝良講 周美清的真 趁頭馬英九的不真 多厲害 還有林玉芳更厲害了 林玉芳說我不要他 因為林玉芳躺著都會當選 但是 把他嚇死了 後選人最怕的 一路死了不當選 一路死了不當選 你還不聽我 你聽我講完下半吧 我建議周美清時間有限 台北市就都不用來了 台北市只有一個區 國民黨是危機的 也不要為了那個來 真的都不要來了 我覺得真的要完成 這個林玉芳的大願 還有他說 還有他說對老公不爽 我跟你講今天晚上 林玉芳的老婆在家裡 聽了剛才他那一段 很爽 很爽 你看他說多次選舉的經驗 我覺得老婆很重要 你看多厲害 我講一句 你選幾次 你有沒有這樣講 傅務兄 我講真的 你去問每一個我選區的人 你找不到一個不喜歡我太太 我太就真的是非常溫和 非常客氣 他對我家庭 他這要出來選 我搞不好選不贏他 我覺得 我為什麼講 我不是說我選這樣 我說讓周美清當自己 如果現在這個候選人請他 那個候選人請他 他每天旁邊 跟著一大多候選人 然後就搖著旗 吶喊 我跟你講 這樣子周美清 坦白講 你就打擾了周美清的 那樣的選舉的 那樣的一個計畫 而且讓人家覺得 選舉的庸俗 最棒的選舉就是 有一點黏又不太黏 我覺得周美清就是 讓他不太黏 可是最後他還是有黏的 這樣一個功效 一方兄的講法 已經爭於劃盡了 來 重點是因為他太太跟他很像 才會互相強化 那如果一個爭一個腳 那怎麼強化 還要這樣 還要浮一腔 我撥一下冷水 好 說 我是比較2008年 我認為周美清的效應遞減 當然這中間的各位講的 很多的效應 2008年的時候特別突顯 周美清的那時候 就是他的真誠 他的真實 就比對了當時候的民進黨 的這個情況 所以會 可是現在有一個 對馬英九不利的地方 因為他的執政的成績 事實上是不太好 如果我們說經濟吧 那個經濟面 完全怪給歐債 其實也不通 所以我是還是提醒 基本面還是很重要 那周美清當然 一定的效果還在 說遞減也還在 可是不會那麼強了 不會我覺得 其實我覺得反而 對照起來 他的加分效果應該更強 因為你知道我們先說 選前40天 40天打工做衣 想辦法握每個手 那個低姿態 這都很容易 但是他的作風是4年 維持4年 就是說你要裝 裝4年是不容易的 所以其實不在乎 這40天他怎麼表現 我們怎麼看他 是過去4年 他的表現是怎麼樣 然後另外一個 就像剛才林立方委員講的 其實周美清在家裡 是強勢的 在很多場合我們都知道 他很強勢 但是重點是 他不會幹證 對不對 因為有一個 真的一個強勢的女人 有時候就會覺得說 我這個也要管 那個也要管 那很重要的是 他雖然在家裡是一個 強勢的另外一半 可是他完全不幹證 所以我才覺得說 對照2008 或許馬英九現在的選情 不如2008 或者是他的一個包袱 還有他面對不同樣的 一個另外一個候選人對手 但是周美清對他加分 我認為在比4年前 應該還是要更強 好 回到這個 我們談完周美清了 因為未來看他 到底今天只是突發 還是他從今天開始 就會每天去到處去拜訪 現在還不知道 因為他記者訪問他 他也只是謝謝 不做正面答覆 那回到這個辯論 回到 回到辯論 這個 蔡英文基本上我那天看 他有三個步 三步 第一個他不太 他馬英九調整他 你為什麼不敢說不同不獨不 特別是不獨 他迴避這個問題 然後馬英九說 為什麼你不敢 你的執政團隊將來 那蔡英文為什麼不敢說 我將來執政團隊 我就不會用這些競選團隊 他最多只是說 執政團隊不等於 就是競選團隊 不等於什麼意思 十個競選團隊 一個不是就是不等於 我們搞數學都知道 相似跟相等是不同 不等於 不表示都沒有 都不敢講 我不會用這些人 有錢科的 什麼殘送的都不用 他沒有講 那另外呢 他為什麼不敢碰 陳學扁特色不特色 據說我歸納他有三步 就是不敢說不同不獨不武 特別不敢講不獨 第二不敢說執政團隊 到底是不是這個 競選團隊 第三點呢 不敢碰這個特色的問題 那我看聯合報 就用一個社論 來根據這個問題 說蔡英文打算 特色陳水扁幾次呢 他為什麼這樣講 因為蔡英文現在也沒有說 要特色不特色 事實上蔡英文這個問題 不是第一次被問 上次被問他也說 要看當時的民意啊 什麼這個群 就語情啊等等 他意思說 因為陳水扁很多案 那每一個案 可能都要特色一次 所以你到底要 如果這樣的話 你要特色幾次 每一次都可能會撕裂 這個國民的感情 因為實在很爭議嘛 好 那為什麼蔡英文 就大膽講 我這個不會特色 不講 然後還說呢 司法程序很多瑕疵 他將來要把這些瑕疵 做什麼補證啊 彌補啊等等 就覺得說 這個事有那麼 那麼難表態嗎 來來 蔡良兄 目前因為涉免法第三條 只能夠針對定罪的案子 來做特色 那有一個已經定了 那現在只有一個case嘛 那其實 我們根據別的國家 特色的經驗 第一個 福特特色寧克森 福特的那個團隊 立刻分裂 而且福特 他的發言就完蛋了 連任也沒有了 就立刻辭職喔 因為他連內部都不一致 那第二個是 金大宗特色盧泰宇 結果盧泰宇 後面還有另外一個罪 就是說所以這裡就牽涉到 一個問題就是隨便確實是 只有一個案子定罪嘛 他現在還有很多案子耶 那如果你如果說 要總的來處理 理論上還是要定罪完嘛 所以我是覺得 小英那天這樣的回答 是合理的啦 結果他如果還有別的案子 那總是要全部走完嘛 來 玉方教 其實喔 馬鞭九的高明就在這裡 其實蔡英文以前已經說 已經在這個問題上 用模糊的這種態度應付過了嘛 馬鞭九現在就是要你 再一次在全國的電視 這個聽眾的面 這個觀眾的面前 再把那個模糊的 那樣的一個回答再來一次嘛 這就加持了很多 你知道泛蘭的很多人 對陳水扁是非常沒有辦法接受的 不僅因為他貪腐 而且在很多的政治議題上 處理而讓泛蘭的人覺得 沒有辦法接受 綠的人其實也不少 對他其實不滿意了 對 中文紀念堂的這個 拿掉這個大中執政了 大中執政的問題 還有這個兩岸關係 搞得一塌糊塗 所以馬鞭九這個戰略就對了 就是說你再來啊 你再講一次講講看 你現在蔡英文的回答 給人家的印象就是說 蔡英文這麼模糊的原因 是因為他有可能留下一個伏筆 就是日後真的就是要特色 特色這個陳水扁 只要讓人家心裡 讓藍軍的支持者心裡 有這樣的疑慮 那我跟你講 他們就會比較願意歸隊 來投馬鞭九 馬鞭九就是向自己泛蘭的人喊話 因為到目前為止 泛綠的人支持蔡英文的比例 超過泛蘭的人支持馬鞭九的比例嘛 可是藍軍的基本盤比較大嘛 所以馬鞭九只要能夠鞏固自己 藍軍的那個基本盤 那基本上他就比較能夠贏嘛 馬鞭九只要他原來投他那765萬票 繼續投他 手投足有一半投他 他就會贏 所以為什麼馬鞭九那天 要特別跟760萬票選民說 我這三年多來 無時無刻 時事刻刻都感謝 記得你們當時投給我 主要也是喊話 我們續續要講回來